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主播亚男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 讨厌一个人 用不着翻脸 讨厌一个人 真的用不着翻脸 讨厌一个人 你会处处较真 心里放不下 终究不会愉快 但是你想想 这样的自己 好受吗 如果你很是讨厌一个人 那就没有必要 强求非要坐在一起 既然没有交集 那你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了 讨厌一个人 没有必要翻脸 没有必要从骨子里 去抵触反抗 因为有些人 本不是你讨厌的样子 所以在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用不着翻脸 如果你有水的宁静 就无事纷争 不争不变 无畏无惧 做人赢在格局 输在计较 跟讨厌的人讲道理 你不觉得 失了身份吗 有一位总统说过 宁可给一条狗让路 也比和狗争吵 而被咬一口的好 如果被狗咬一口 即便把狗杀掉 也于事无补 人这一生 能够有几个难得的挚友 便已经足够 其他的不必太过在意 每一个人 不过是千万尘埃里 不足道的一例 你与他之间 没有谁对谁错 有的 只是三观不同 看破不说破 看穿不揭穿 两年学说话 一生学闭嘴 看清一个人 没有必要拆穿 看透一件事 没有必要说破 心里明白 嘴上不说 这才不会伤到自己 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 也有看不惯你的人 做人宁可沉默 也别说破 或从口出的道理 谁都懂 有些话只适合藏 不适合说 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 有些人自己认清就好 说破了反倒得罪人 静坐长死几过 闲谈莫论人非 做事要留有余地 说话要留些口德 德里不必争敬 留些宽容 凡事不必坐近 留些余德 不要太给人难堪 是非人心 看透就好 不用非要去揭穿 我们每个人的经历 都有限 与其纠缠懊悔 不如集中经历 把自己的事做好 闭嘴是一种修行 沉默是一种聪明 不该说的不说 看透了不说 是聪明人的选择 三观不同不必为友 层次不同不用争论 层次不同不相争论 争论不休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层次不同不相交流 一笑两知 人心不同不必同行 讨厌一个人用不着翻脸 真正有水平的人 绝不会愿意让层次低的人 破坏自己的好心情 绝不会跟层次低的人 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也绝不会愿意和层次低的人纠缠 孙向春树说 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洋 中国古人也曾说 下重不可与兵 永远不要和层次不同的人争辩 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解释 普通的争论尚且这么耗费心力 一旦争论的对象 不适合自己同一层次的人 就更是浪费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 永远别和层次低的人计较 因为一旦你这么做了 你就输了 一辈子不长 与其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不如努力去充实自己 别和小人纠缠 因为你一定会输 时间是用来享受爱情和幸福的 不是用来浪费在小人身上的 小人就是希望你天天生气他才开心 看到你心烦意乱他才洋洋得意 和小人纠缠表面赢了小人 实则却输了自己 你被疯狗咬了一口 难道还要追着疯狗咬一口 要坚信善恶到头终有报 但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讨厌一个人用不着翻脸 宁可得罪君子 不可得罪小人 对待小人不得罪不亲近 进而远之才是最好的办法 一个成熟的人 却不跟烂人在烂世上耗费时间 因为没有意义只是徒劳 遇到烂人最好的办法便是 不跟他纠缠 躲得远远的 人心是有限的 放不了恨就装不了爱 不跟小人计较 其实也是放过自己 为小人生气啊 不值得气化了身体 没人赔 总要学会远离小人 疏远小人 人活一世 没有必要跟任何人和事 太较真 有时候 我们就要活得糊涂一点 睁一只眼睛 闭一只眼睛过日子 这既是放过了自己 也是放过了他人 何乐而不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